11月29日 费俊龙、邓清明、张璐三位航天员领命出征 乘坐神舟15号载人飞船飞向太空 这是中国空间站建造阶段的收官之战 也是中国首次实现空间站六个型号舱段组合体结构 和六名航天员载轨驻流 这是咱们国家首次进行载轮换 首次的这个蹭组面对面的交接 虽然时间呢大概在五天左右 但是从三人到六人 这个意义确实非常重大 对于空间站系统来说 主要就是三生生堡的这个考核 三生生堡还有这个环境控制这方面 比如说像温湿度控制 因为人多了嘛 温湿度控制 然后尿系统就是复理 电解之痒 有害气体的这个控制 还有微生物控制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因为这个在空间站设计之初 就考虑到六个人的供给状态 并完成相关的实验验证 可以确保航天员 在给这个共同的舒适生活 冬天的九泉气温达到零下二十几度 这也是中国首次在这样的低温下发射宅人火箭 神石五发射后 将会和神石四飞船同时停靠在空间站 判斗轮换期间 两艘载载飞船同时停靠 也同时需要空间站 向两艘载载飞船 提供避网供电 信息带船 以及通风热支持 这个对空间站的运营兵能力 也是一个考核 这次任务建成之后 基本上空间站就是三舱三船的最大构型 六个飞行器的组合体 这个状态呢 也达到了现阶段空间站 所能容纳来宝飞行器的最大的这个规模 整个这个组合体将近有100吨 航天员的生活空间呢 将会达到前所未有的这个100多立方米 11月30日 神舟15号载人飞船 与形成T字基本构型的空间站组合体 成功对接 随后三名航天员进入空间站 与神舟14号航天员乘组胜利会师 中国空间站 永远值得一大 永远值得一大